今天呢 為什麼會請他們來 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你就很尷尬 進去也沒人看 你就坐下來 然後大家就想瞪著你 我要爆個料 這是William 有一次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講什麼 朱莉亞 我記得我有一道菜很新奇 她 她叫 我就看到我整個傻眼 這是什麼東西 讓我耳朵打開的那一刻 就是拉斯那一月的時候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Chelo Coco 我今天非常非常開心 可以邀請到我的兩個音樂家好朋友們 來到這邊跟大家分享 汪奕文 跟魏靜宜 哈囉 我是汪奕文 哈囉 我是魏靜宜 他們兩位呢 都是很厲害的演奏家 跟國際大賽的得主 那我們那時候呢 都是同一時期 在朱莉亞樂園一起讀書 一起玩樂這樣 今天呢 為什麼會請他們來 是因為我們在最後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那我們先開始來一個快問快答好了 你們最喜歡什麼顏色 藍色 紫色 我要紅色 我是紅色 因為我的小禮情節是紅色 在台灣隔離完之後 出來最想吃的一道菜是什麼 這好難喔 因為每個都很想吃啊 因為我們在隔離的時候 我都很欺負 所以你再吃的 好啦 那就選一樣 最喜歡吃的好了 蚵仔煎啊 珍珠奶茶之類的 有熱量爆表 但還是照著 好 那汪奕文 臭豆腐吧 你們沒練琴的時候都在幹嘛 看劇 看球賽 做蛋糕啊 在柏林市在做蛋糕吧 William做菜很厲害 大家可以follow一下他的IG 我會把IG放在這裡 喔對阿 他超有情調的 他都會偷那種 什麼情調 就是夜深人靜非常的有 裡面就是蘆丹老人那種看海邊 不學你們的樂器的話 你們會學什麼樂器 我會選大提琴 嗯 唉唷 是因為你來上這個節目 所以你講大提琴嗎 沒有 因為大提琴也可以做 喜歡做的就對了 對 那是我當初為什麼會選鋼琴 就是因為可以做的 唉 其實我也是耶 哈哈 喔 真的喔 我有在學OBO 哇 你現在有在學OBO 沒有 就是朋友交 是不是就蠻有興趣的 我們三個的共通點呢 就是有在同一個時段 都在茱莉亞音樂院讀書 所以那時候在茱莉亞的時候 William是住校 要不要講一下 那時候住校的瘋狂生活 沒有到很瘋狂啊 那因為上大學是規定 第一年一定要住校 不管是誰都一定要住校 喔 Cafeteria 很難吃 就是嗎 大家都說 出了名的難吃 對 出了名的難吃 那很好笑就是 NEC會跟 Julia的弟 就是 欸 你那個 Cafeteria還好 我們比較難吃啦 對 欸 Ko你覺得哪一個比較難吃 其實因為我兩邊 我這兩邊我也都沒有住校 所以我真的很少 你知道嗎 我覺得有得拚耶 朱莉亞我記得我有一道菜很新奇 它 它叫 Tofu with Beautiful Sauce Beautiful Sauce 我有 我照片我傳給你 我就看到我真的傻眼 什麼東西 Beautiful Sauce 美麗的 美麗的 醬汁 醬汁 就不知道裡面夾到什麼 然後爆個料 就是 William 有一次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講什麼 你知道 Julia不是寒暑假 他宿舍都會關門嗎 然後你就進不去 然後有一次就是 他大半夜的打給我 半夜一兩點的時候 他就打給我的時候 欸 我現在沒有地方可以去 我今天晚上沒地方睡 怎麼辦這樣 我那一次有很美好的回憶 我那時候好像是六四年前對不對 差不多 我那時候 突然要 一定要回去 所以 搞到沒有地方住 我那時候真的沒有地方住 我半夜一點打給你 你不在 我那時候想說 啊 是夕暗 我就真的 在CBS晃了一個小時 到三點 三點我去那個 Domberia 因為他們開到五點 我那時候心裡還還哀著 那時候還是下雪 那時候超冷 五點之後 Lincoln Center的那個 Starbucks終於開了 那一支Starbucks這樣 點到七點 學校終於開了 學校 蠻奇妙的經驗 在紐約流浪的日子 那你們覺得在台灣學音樂的時候 帶給你們什麼養分 就可以很順利的 銜接到國外的課程 台灣音樂的基礎 其實都是打得非常好的 樂理啊 像 聽音 Ear Training 這些東西 反倒是 台灣的市場天洩 原來你那個 高中念完到 朱莉亞的時候 Pre-College就算了 到大學 我想說 現在大學可能比較難一點吧 這樣 還沒有耶 我就 好簡單 就是 國小的 聽音樂理的基礎 頂多國中一點點 那時候就很好玩 就是 你在學這個 Course之前 課程之前 你會有一個 先考試 考試通過了 就不用修了 就是 就這樣 就通過了 就不用修 真的太簡單了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 聽音樂理是 即使音樂欣賞跟歷史 都是做得非常好 因為以前我們大部分 就是會學鋼琴嘛 然後再學一個樂器 然後其實我覺得 加分很多 那時候我也記得我去的時候 就是 就是我會彈鋼琴這件事情 就是其實很多同學都很震驚 因為他們 有時候都是用一隻手指頭在那邊 對 那個蠻好笑的 就是講到這個 朱莉亞也有 到大學有一個叫 Piano Second Course 他們還是會要求你 你需要會一點點的鋼琴 也是一樣 如果你考試通過 就會通過這樣 一進去那兩個老師就 嘿嘿嘿 你看你要彈什麼 就是 很簡單的其實都可以 嗯 就彈一個小棒 他就嚇死了 對啊 他想說哇 這也跟主修的一樣 剛剛比主修的還好 那我覺得到國外 尤其是在Chamber Music那個時候 在高中的時候 第一次認識 哇 原來有這麼多室內樂作品 聽起來 就是 怎麼會有這麼好的音樂 The my favorite pieces are all chamber pieces 室內樂它就是 樂團的縮小版 Chamber Music呢 就是在室內演奏的音樂 所以叫室內樂 編織都比較小 二到九個人組成的小型重奏 譬如弦夜四重奏 鋼琴三重奏等等 我覺得是內樂就是 生活中要怎麼去溝通 要怎麼去跟人家協調 也有可能就是跟人家 排練的時候 吵起來 吵起來是都有可能的 不同的樂句有不同的想法 就很像我們 就生活上的社會生活一樣 就是要怎麼去 Work together 但是又不是失去自己的個性 你通過Chamber Music 你會從別人的立場想事情 比較會有同理心嗎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自己在拉音樂 而且假如能從很多不同的角度 切入思考音樂 所有我認識最棒的音樂師 基本上都拉Chamber Music 你室內樂是有很多種不同的組合 所以你會聽到不一樣的音色 你都可以從別人給的音樂想法中去學習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那時候學到很多 然後讓我耳朵打開的那一刻 就是拉市內樂的時候 學音樂不僅僅是一個單打獨鬥 它是一個community 大家互相幫助 互相聆聽 存有自己的identity 自己的個性之下 可是又可以互相respect 尊重 然後一起做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在國外 這個反倒是必修的課程 它真的可以很深入地 就是expand一個人的這個musician shape 其實我覺得主事內樂有一個蠻困難的點 是要找到好的partner 其實不容易 因為你要拉的好 然後人又要好 又可以溝通 才會變成一個很完美的組合 這兩位就是Evan跟William 都是人超級棒 然後拉的跟彈的又超級好 現在要來宣布重大消息囉 其實我們三個以前都有跟各自表演過 可是沒有這三個人湊在一起的組合 所以這次非常感謝兩廳院舉辦的 台灣國際藝術節 把我們三個人湊在一起 還有另外兩位音樂家 陳錦陽 跟蔡世賢 我們五個人呢 將會在3月19號晚上7點半 在國家音樂廳演出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來喔 連結在下面 Avan是國三出國的嗎 William是高二 對 所以我想要問你們說 為什麼那時候你們會出國呢 就是在那個年紀 我在國二的那年暑假 就是去了胡桃山藝術高中 每天暑假有一個叫做胡桃山音樂園的 劉夢杰老師 他那時候覺得很鼓勵我說 建議我可以出國 因為留在台灣的話就是要準備考試 那那時候就想說好 國三上我就走了 我反而一開始是想去法國 法國沒辦法在短時間內準備起來 所以當下我就想說 啊英文至少也可以溝通啦 去紐約考考考看然後 Juliaupry College這樣 是又去一個音樂園叫 NTSO國台教音樂園 那時候認識了 木耐元 胡老師 或是 林杰奇 斯卡老師 那時候表演了之後 感觸了很多 所以才會做音樂園 當時候的考試情形 是怎麼樣子 來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我不知道我們是在同一個地方考 可是鋼琴的就是 非常的intimidating 就是在orchestra room 一個大空間裡面 然後就是中間 有大概十幾個老師坐一排 你就很尷尬的進去 也沒用看 你就坐下來 然後大家又要瞪著 就旁邊也沒有椅子 就是空著 已經很緊張了 然後去那邊又 很乾 我覺得還好沒有到很乾吧 蠻乾 我們比賽 我們那時候比賽的時候就在那邊 我Pri College的時候 我有找他 當我的鋼琴 他那時候反而贏了贏了 我還記得是 Brooks Gashi Fantasy 你們那時候評審可能就四五個人 我們是十幾個 就是一排坐在那邊 我們也差不多啊 我在考那個Pri College跟大學的時候 七個到十個評審 四個老師在那邊 就是 就看人家了 就是一個很奇怪 因為就是 其實每一個學校他當然都有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是因為裡面完全沒有椅子 鋼琴擺在這個room的正中間 那時候是汪憶文幫我伴奏 對啊 也是我跟你去的 他就是幫大家考上朱莉亞 汪老師 我覺得他們考試很特別的地方 是有那個sandwich party 喔 你現在有這麼一回事 可是我很像 那時候有一個sandwich party 我怎麼說 不算是party啦 考試的時候大概已經有三天嘛 老師們會休息break的時候 然後他們是開放一間房間就是 裡面會有擺三明治啊 然後也有飲料 老師們都會在那邊吃三明治 然後考生也可以進去 這一點我覺得超特別的 因為以前在比賽或者是 大家考試的時候 你基本上不會跟評審講到任何的話 在吃飯的時候可以跟他們聊天 我覺得蠻酷的 Julia考試的話 不是說一個老師喜歡你 就可以進去了 全力分配的很平均 我那時候好像是七個 然後這七個之內 你至少要通過一個標準就是 反倒不是分數是yes跟no 你好像要到達幾個人say yes才可以 所以其實是想要的那個老師說好 但是好像因為 你還是要有固定的yes 對 我覺得尤其Julia很看重的是 你的託服成績 他們很像你託服沒有倒標 他不讓你考 他們很重視這個academic 就不管你拉的指標 真的 託服就是很難啊 他們很規定這個academic的 rule 有一些學校好像比較讓你slideback 或是讓你玩腳 有一些人就說什麼 你可以完全不會講英文 可是託服考嗎 對 就是你要master那個test 因為你們之後就是 Julia畢業之後就是德國嘛 那德國他們考試有類似嗎 其實跟Julia蠻像 但我覺得還比Julia可怕一點 是因為Julia至少會讓我拉到 至少五分鐘以上 曲目會拉一半啦 我在玻璃和塞蛇的時候是 吳郭老師在台下 然後就說 一定要拉蛇 你差不多三分鐘就 ok bye 對就真的就只有三分鐘 就even less 兩分半然後 你看就是一個人就拉兩分半 而且我準備了差不多有四首吧 他們require了四首 結果聽了兩首 一個一分鐘一個一分鐘就沒了 我反倒覺得 這更恐怖 因為他兩分鐘可以 決定你的Life 我那時候去德國是考了 Udeca 就是柏林的另外一間 跟Hannover 第一輪大概彈十分鐘 然後那時候我沒有遇過這樣 就是他 我第一輪基本上就全部只彈吧 然後只彈一點點貝多芬 Hannover那時候 考的是他們的examen 我就考了個三十分鐘 基本上就是給三首曲子 然後就是彈了比較久 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謝謝汪奕文和魏靖穎 來到這邊跟大家分享 請大家幫我按讚 訂閱打開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大家好 我是汪奕文 我是魏靖穎 哈哈哈 他們那種 尤其是雞肉 就是可以乾到那個 不知道在吃什麼 然後那個飯 不知道是不是隔夜的還是什麼